台積電文學論壇 台積電文學論壇如何測量文學的邊界 這場是第三場對談 瘟疫蔓延時機制作家生活 在我右手邊第一位是陳學老師 第二位是吳曉樂老師 在這一段疫情期間 各位應該都有多少受到疫情的影響 然後待在家裡也沒有出門吧 我想應該有許多讀者會開始想像說 我們這些作家們待在家裡的時候 生活情況或是工作情況有沒有受到影響 在這樣的一個非典型的生活狀態下 一個非典型的寫作者是如何進行他的寫作的 小樂要不要先跟我們分享一下你最近的生活情形 我自己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我記得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會很常在網路上看到如何教你在家工作 然後那時候我覺得其實作家們沒有花太多時間 就去適應這個生活 就我所認識多數的作家好像都是 我有聽過有一半的作家 他們一定要去咖啡廳才有辦法寫 然後但是有另外一半剛好相反 一定要在家裡才可以寫 但是我相信就算去咖啡廳的作家 到時候也是會回到家裡寫 因為咖啡廳很貴 所以到時候就會礙於現實 所以剛開始我覺得 我聽到大家很努力的在學習如何 就是適應疫情的時候工作的生活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有點好玩的是 我覺得作家們好像已經超前步數了 因為譬如說在家裡創造儀式感 這個是大家會反覆講的 就是你要想辦法不要讓你的工作 跟你的家太靠近的方法 就是你要提醒你自己說現在就是 現在你是一個工作的狀態 然後現在你是一個在家的狀態 然後可是這個是我相信你們一定也有 你們一定也有你們就是在創作 不管是陳學老師還是凱特老師 你們也一定是有一個小訣竅 是提醒自己說現在我是一個寫作的狀態 以及現在我是一個在家裡好好生活的狀態 所以一開始我覺得看著大家在衝擊的時候 我反而是以一個相對游刃有餘的方式 進入一開始 但是這個只是一開始而已 是 那你剛剛說到的儀式感 你的儀式感是什麼 比方說我自己好 我自己會跟保持以前上班的狀態一樣 就是會先去比如說梳洗啊 然後換上襯衫 然後衣服 然後其實我就 所謂的初勤或是通勤 我就只是走到書房裡面 開始寫作而已 那你的儀式是什麼 我覺得我的通勤時間跟你差不多 就20秒 就是從我的臥室然後走到我的工作桌 我那時候很堅持的儀式感是一定要早起 因為我覺得一開始在創作的時候 我有個不好的習慣就是我會寫到很晚 然後再來大失眠然後再晚起 然後後來整個生理時鐘 我待會兒也很想聽陳雪老師分享 一開始要如何調整 因為我記得你也是一個早睡早起的成型人 一開始我花了很多時間在調整 所以我的儀式感就是我一定要早上就起床 大概是八點到八點半 我不會允許自己睡超過九點 然後接著就像凱特講的一定要換上工作的衣服 我剛開始的時候會穿著睡衣 就是可能就是那種大學淘汰的戲服 大家一定都有好幾件 然後還有那種運動褲非常邋遢的坐在那邊打字 那後來我發現當你穿著很邋遢的衣服的時候 你的心智就會慢慢的往邋遢的方向清洗 而且很容易躺回床上 然後就覺得我離床也只有20秒 所以一個不小心轉念 我怎麼已經在床上了 所以這是一開始建立儀式感的方式 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早起 然後還有換上正經的衣服 那程學老師呢 你也是成型人嗎 我也是成型人 我不是成型人 我是睡到寶那一醒來 真的嗎 對因為我以前大概都是10點開始寫床 可是今年我都睡到12點 因為我好像睡眠有點 因為現在寫的這本唱片 就有點掩誤了 我就變得越來越晚睡這樣 然後因為我是工作狂 再加上我專業寫座已經很多年了 所以我其實不太需要什麼儀式 我就是需要吃早餐 就是我早上一定要吃完東西 我只要打開電腦我就可以上線 就是我只要吃完早餐打開電腦 我就可以工作 所以我穿什麼衣服做什麼事情都沒有關係 所以生活上其實太有影響 其實後來據早餐人的說法就是 我就永遠沒有在不寫座的時候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去準備要寫座 我反而比較重要的是怎麼回到生活 我覺得這個疫情帶給我的影響是 我有充分意識到我真的是一個很可怕的工作狂 就說因為疫情的人不就不用出去嗎 所以我就理所當然的覺得所有的時間都可以寫座 然後因為我的伴侶他又剛好也沒有在工作 所以他在家裡他會做我三餐 然後我就很開心的覺得 哇這是一個專門為了我寫座而設計的時光 我就吃完飯然後寫座寫完又吃吃完又寫座這樣 然後就晚上就看點書對點句就睡覺了 可能到了中間一半的時候他就開始跟我抗議說 他覺得我有他沒他都一樣 就是說我好像把整個家變成了一個 就是在寫座的一個玩家 就是我們家其實有客廳有什麼 但我就因為我的書作是在客廳 所以我的那個意志 比如說我有時候在那邊打字啊 都會吵到他 就是說他就會說你打字好吵 然後我就會有點難過的說 不是應該要鼓勵寫座嗎 怎麼好像有一次為了打字的事情有一點小爭吵 但後來我才發現說其實我太自我衷心了 就是說因為我那個沉浸在寫座的狀態 以前是有上下班 以前他放假我就會自動 就是現在是要相處的時候 可是因為他不用上班嘛 所以我就想那好像自然而然他就配合著我寫座的生活變成沒有生活 我覺得這是我這次疫情受到最大的教訓嘛 就是說當你背叛生活生活就會懲罰你這樣 等一下可以好好地說一下 好 剛剛講到一個重點就是 我記得陳學老師你之前在接受訪談的時候提到說 就是疾病其實是為人生提供另外一個閱讀的出口嘛 就是當一個疾病發生時候是當 而且這個疾病現在不單單只是個人的疾病 現在是整個世界整個社會的疾病發生的時候 我們突然被禁錮在一個封鎖的狀態的這個生活情境之中 那我們這些人們開始對內心就是開始會審視說生活中哪些是必要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對每個人來說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經驗 而且我覺得尤其是對一般人來說 他們可以體會我們這些作家們每天在家裡面 然後開始那種精神性的追求是怎麼回事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體驗 我想另外談談就是關於這一次 因為在這個就是三級警戒生活比較拘謹的一個狀態之下 那不知道其實很多人他的工作其實是有受到影響的 那我想各位的工作 兩位的工作應該沒受到什麼影響吧 那像我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三級警戒開始之後 我的工作量變得非常多 對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好像就是比如說接書評或是邀告 然後在雜誌上各種刊物上的刊登我寫作那樣變得很多 那我在猜想會不會我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救援透手 就是我又寫一寫然後就是又十分可以過 然後可以放上版面這樣 沒有啦真的開玩笑 其實我在想第二件事情是好像是因為 也是因為疫情限制行動的關係 所以大家對於內容性的需求變得多了 所以我這段期間才工作量會變得比較多 那不知道兩位的工作有沒有受到什麼影響呢 我自己也有發現到這個狀況 就是可能因為大家這段時間內 我自己覺得很有趣的是 大家好像在這段時間內比較想要閱讀 但是不一定是發生在出版界上 可能比較是發生在我們的社群媒體上 所以最近就有一些邀約 我覺得也跟這方面是跟凱特比較像 然後另外一點是我花了很多時間在適應的 就是要線上就是要成為直播主 要跟別人就是講話 然後透過那個就是你看不到真實的人 你跟他沒有就是他的表情 以前如果是辦發表會或者是參加就是別人的語談的話 我至少可以大概看得到觀眾們的笑 就是我可以聽得到他們的笑聲他們的表情 以及大概知道說這個氛圍 就是這個環境大概是一個怎樣的狀態 我目前還在適應就是這種 我跟一個螢幕講話 我一直很想要做一件事情但我還不敢做 就如果我講到一半斷線了 那我就再也不要上線了 對然後那個場子到最後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就我現在有一個這樣子 因為我一直覺得這個是在現場裡很難營造出的效果 在現場裡你要突然間消失你只能夠暈倒吧 就喔好對不起那我今天就想到 然後就慢慢的斷電然後就消失了 就我一直覺得我很想要利用線上可以登出的這件事情 玩一個遊戲但是我還不敢 因為很怕就出版社從此封殺我 所以這也只能夠是在現在這個場合拿出來 聊表我的那個心意這樣子 關於線上的作品 那個寫作的就是這段時間工作的影響 可能我覺得受到比較多的應該是 如果是靠寫作靠演講跟做談會為生的 因為我有一些朋友就說他們一場活動都沒有 全部都取消了 那我是沒有什麼查我也沒有接到比較多邀告 也沒有取消什麼活動 因為我就只有在寫小說 所以可能真的改變比較大的是小樂說的那個 因為我記得本來我八月是要去進會大學 香港進會大學駐校 那這個活動其實從去年就演了 就是從 反正就是他已經因為疫情演了很多次了 那後來就無奈就改成線上的 那他其實有好幾場活動 兩場活動 那是就變成線上演講 那確實就像小樂講的就是你 那是我第一次就這樣講 他也不是直播就是 你就演講然後沒有看到任何的 而且要講三個小時 但是我後來發現我好像也沒什麼關係 就是講講講講 就覺得說好像你是在 對著想像中的讀者 我覺得那一次訓練對我還蠻重要 因為本來我會有一點擔心說 你不知道觀眾的反應 然後你也不知道你講了 而且你也不太聽得到自己的聲音 就覺得好像是自己在自言自語 不過後來講到後來 我就覺得自己慢慢進入狀況 然後反而可以講得比較深入一點 因為你以前演講的時候 你會想要抖一些包袱啊搞笑啊 希望讀者反應嘛 那那種看不到讀者的狀態 你反而可以專注在你的主題 可以好好的深入去講 所以那次經驗之後 後來有一些演講就改成線上 然後有一些對談 之前我也來跟小樂對談一次 也是線上嗎 對後來就有一些線上 它是那個你還可以看到 比如說還有主持人出版社的人 然後就是還有 有的可以看到一些 聽眾這樣 你知道他們在線上 那有些人會提問 但是我後來今天就已經習慣了 我覺得這個疫情 三四個月以來 我們的生活方式其實 有很多已經都被它改變了 就是包括說 我也發現有一些線上的演講 其實來的人好像比實體的還多 我第一次有這種驚訝的感覺 是那個clubhouse 就是有一次我們開clubhouse的 也是好幾百個人 就像以前演講 來個幾百人 你應該就覺得爆場了 對 那現在就我有時候去參加別人的活動 也都是幾百個人 可是那個幾百個人 不會給你一種 洶湧的感覺 不會讓你覺得 因為像我們有時候出去外面演講 人很多真的是會比較 講得比較起勁嘛 可是線上的其實人多不多 好像不是那麼重要 我覺得到最後大家就會真的是比較專注在對談 像上次我跟小柔 就覺得你談得很好 因為你其實不用那麼在乎讀者的反應 然後他們有問題 他們之後再丟上來 然後再講的時候 而且你會看到你自己的樣子 就覺得好像這是一個去審視或是思考自己演講的內容跟題目的一個比較內心的方式 我就覺得疫情讓我們變成一個更內心的人 然後你 你比較不會那麼留意外在對你的反應就是 比如說這幾個月都很少打扮 沒有買衣服 然後都沒有化妝 然後出去 我是沒有像你們有疑似感 所以阿嫂就很可憐 他就說他已經好幾個月都看到我很邋遢 每天就是 那就會覺得好像那些事情不是很重要 好像 但這不一定是好的 我就覺得說 你就會發現那生活裡重要的到底是什麼 就一場演講重要的是什麼 你跟讀者分享 以及你這一天你們要做的事情重要的是什麼 你可能會重新去思考重新去分配 那但是這個結論也不一定就是永遠的結論 因為隨著生活的改變 我們還是會再重新的再去實現什麼 對其實談到關於線上講座這件事阿 因為是我在大學見課的時候 因為大學你知道教育 教育體系就是會提早部署 就是你要去練習如何用線上的方式跟學生上課這樣 然後呢 上個學期幾乎有很多堂課都是在線上講的 然後我一開始其實會有一點點小小的失落感 那時候感來自於你看不到學生的反應跟表情 比如說我想到哪一首詩哪一個文學作品 他們特別有感覺到他們會舉手跟我說 他們讀到這邊的時候他們覺得怎樣怎樣的 可是後來線上上課的時候 就是我突然覺得好冷清的課堂 就只有電腦螢幕然後我在書桌欠這樣 然後後來我發現另外一件事情是 其實在線上上課有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剛剛兩位講的就是我第一個我不用去照顧在場者的感受 就是我很能放行的 而且比較縝密的去講我該論述的東西 比如說這個文學他作者為什麼要這樣寫 然後他的技巧是什麼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是 我覺得那同時對於讀者或觀眾也是有好處 因為我相信大部分喜歡文學或是讀文學的人 他們都需要一個沉澱的時光 不太跟別人接觸 可是他又需要一個窗口 那個線上的那個啊 那個聊天系統啊 或者是線上的那個視訊螢幕 對他們來說就很像一個窗戶 然後他看得見你然後你看不見他這樣 對他們來說其實也是一個蠻棒的一個 了解或是親近文學的一個方式 其實我覺得這是這幾一年來 我在線上上課或是線上講座 一直有的一個感受啦 所以我覺得這也不是什麼壞事 我只是覺得說 的確疫情改變了我們很多事情 而且我們變得比較內心性的去檢視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內心真正需要的東西是什麼 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 談到就是生活的部分 就是其實我不知道各位兩位的取材方式是什麼 因為譬如說 譬如說我蠻喜歡的一本的銷售就是威尼44 他就是描述一個作家他因為寫作寫得太悶了 然後就跑出去 威尼斯就是綠幼嘛對不對 然後他們去取材 然後就是他在當地遇見了一個美少年 然後去跟蹤他 然後為了多看他一眼 然後可是那個時候威尼斯已經發生疫情了 然後他也不顧疫情 就執意的在留在威尼斯 導致最後他染疫而死啊這樣子 那我想這個精神性的追求 每個人的方式不太一樣 那兩位是不是有需要真的外出透氣去在的時候 還是你們就是在家都可以安靜的寫作呢這樣 我自己不曉得 就是我自己的經驗是我後來在疫情期間 我才發現我是一個好需要散步的人 我以前固定就大概寫到五點多六點多 然後我的男朋友回來我們 他會用一個很滑稽的說法 他會說我要來遛狗了 我就是那隻 很遛你嗎 因為他有一種好像養了一隻柴犬 就是到了就是不管下雨還是怎樣 我都一定要出去 因為我有跟他說我需要 就是這個走動的過程 然後去想一想就是去沉澱這個 然後同時我有跟他講我需要去看人 就是我需要 因為當一直往內挖掘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是一個 他其實也是一個耗損 就是就像是一直看別人也是一個耗損 我覺得一直往內 他其實也是會造成一定的負擔 所以那時候我後來發現 這好像就是我的方式 而且那時候其實是沒什麼目的性的 就是我就是想要把我一整天 就是同時也稍微動一下筋骨 不要都 因為通常作家們到了一定的程度 之後就會開始沉迷於瑜伽 對 重訓 相分 身心靈 還有手遊 對還有開始編織東西 大家都一定有印象 因為是需要一點比較機械性的東西 去稍微讓那種不斷轉動的大腦 暫時的先停止 所以我後來就是 我後來發現我很多靈感都是來自於 我沒有一個目的 我只是想要去走一走 然後我就會看到一些東西 就會覺得 那好像是一個可以拿來做為一個題材的時候 因為像我之前就在很多發表會 我就有講到我的去年的一個經驗 因為我後來覺得 就一直走也會累 我就會固定去超商作者 然後我就發現有非常多的 就我會聽到很多超商 裡面也都會有一些老師在教年輕人如何財富自由 對 真的有 真的有超級多 然後我後來他們就會講說什麼 然後你就看到那年輕人很認真的筆記 然後老師會說 你們要有野心啊 然後年輕人也會很乖的就覺得 我真是個沒有野心的年輕人 然後我要趕快聽老師的話 然後我就一直 因為他們每一天都會出現 而且是不同的 有的是投資股票 然後投資東南亞不動產 投資虛擬貨幣 我就每一天都去 其實我只是 我沒有要取財 我只是一個想要做下來的人類 但我後來發現聽了一年之後 我變得好懂喔 對 就是我在一個旁聽的狀態下 我就有跟我朋友說 其實那些話術我好像都很會了 因為畢竟我聽了好幾個老師在講課 而且我自己是融合了各家的精髓 所以你有在挖礦嗎 我沒有在挖礦 因為我畢竟還是一個作家 對可能挖礦我就不會坐在這裡的 開玩笑的 不要不要點進去 對 所以我自己以後來就發現 那其實就是題材 他在生活他就是 但是我是很後來才發現這件事情的 就是我自己所寫的題材都是我一開始 並沒有意識到它是個題材 只是某一天他就突然間覺得 那累積到一個程度 然後我就突然間覺得 那我現在突然間有一點點什麼了 我想要開始寫了 對 我覺得就是在疫情之前 就是我寫作這麼多年來 實際上我也是有散步的習慣 就是我以前幾乎每天都會 在一定的時間出去走路這樣 然後還有我之前也會去搭公車 我就很喜歡搭公車 是漫無目的 漫無目的 然後隨便就跳上去 對或者我會固定就搭那幾班公車 我非常喜歡搭公車 然後像他怎麼每次都說 你坐捷運比較快啊 但是我就不想快啊 就是我想要 我想要慢啊 我有時候去一個地方 坐一個小時的公車 他會覺得很不可思議 他會覺得 就沒有事 就是在公車上 其實你可以看到比較多 不一樣的人 然後 或者是其實就 沒有任何原因 我也沒有要取材 我只是想要 看一看外面這樣 因為我不是一個 有很多交際的人 就是我也很少跟你來見面 然後我就 還有我會去逛菜市場 就是 就是 我就很喜歡逛菜市場 你從頭是傳統市場 對 傳統市場 就是早市啊 或者是黃市場 然後 以前我也蠻喜歡去大賣場 其實我沒有什麼在買啦 我就是覺得有人氣 然後 你會看到各式各樣的人 但是這一年 完全都沒有了 就 就 其實中間疫情很嚴重的時候 就到後來連出去散步都沒有 其實我覺得有點可怕 就是我自己的那種恐懼啊 我記得我到了 後來我有一次去7-11買東西 五月多的時候 有人從我旁邊走過我會害怕 嗯 那我就覺得我變了 我覺得這件事情蠻嚴重的 但幸好是因為我那時候正在寫作 就是我已經在進行我自己的唱片 所以我沒有取材的問題 可是我想像我對人這麼好奇 這麼喜歡觀察世界 好喜歡看東看看西看看的 我既然不出門 然後我不 我不坐車 然後當然因為也是家裡的人不讓我坐車 因為我身體比較不好 然後他們就會恫嚇我 說 你身體那麼不好 你不要去哪裡 不要去哪裡 所以我幾乎 我喜歡有地方我通通不能去 我雖然沒有去過菜市場 然後 之前後來有一陣子連全聯都不能去耶 因為我們家附近的全聯每一個都是足跡啊 嗯 所以我就覺得說這個疫情的影響是 它讓你 活得有點不像自己 我覺得說 我本來就是在家工作 這個沒有問題 可是當我不出門 我不去看別人 而且 我發現我看電影的時候啊 看到他們擁抱 還是什麼在一個 一個地方辦Party 我會害怕 我想你們怎麼沒有戴口罩 你說電影裡的 對我看到電影裡 因為那就是很久以前的電影 然後看到他們這樣 有時候情侶見面突然衝過來抱在一起 我會 我會覺得欸 這樣好嗎 的時候我覺得我整個腦子已經被那個 病毒佔據 然後 然後我自己也會覺得說 欸我好像 都沒有跟朋友見面 就是中間有一次 就是 很想拿東西給朋友 然後 就約在我們家的樓下 我們是這樣擦肩而過 就是把東西拿給他 他拿給我 我們就走了 然後我在臉書上就寫說 今天跟朋友交換食材 既然有讀者在下面寫 為什麼你們可以實體見面 然後我就覺得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沒有見面 就是拿一個東西走了 這樣 那我就想 在最 嚴峻的那段時期 確實是大家都 很害怕碰到別人 是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對寫作者來說 會是一個傷害 就是假設我們 看到人的時候 都不再覺得他們是人 而是一個可能會傳染東西給你的對象 對 那時候你很難進行創作 就是說你 你思考人跟人的關係的時候 我猜想 比如說我現在在去寫一些東西 欸我會不會被疫情這個 保持社交距離 減少群聚的這些 種種影響 我的描述 這非常有可能 你本來覺得很理所當然的情節 它都不再合理 我覺得這個事情 那個時候給我蠻大的影響 會覺得說 如果再這樣下去 我不能再去散步 我覺得 我有可能會寫不出東西 我想這一段時間的生活 今天應該會被留在某一段的 文學史或小說史裡面 會發現 希望它會是一段 而不是 而不是一個常態 因為很多人都說 叫我們要跟病毒共存 那我會覺得說 也許我們也要 像我現在就慢慢有 就有去散步了 我應該學小樂去 散步做 其實還是有一些方法 聽到別人在挖礦這樣嗎 不是完全的封閉 我覺得那段時間 不然為什麼太 太害怕了 包括我本來應該回去醫院門診 我都三個月沒有回去 這樣可以嗎 可以 我就有先去拿藥這樣 但是就覺得說 我那麼怕嗎 為什麼怕到這個幾乎都 原來的生活都終止 然後我也沒有去練瑜伽 就我覺得最可怕的一個是 我有三個 三個都沒有進瑜伽教學 當然我有自己練習 可是我覺得就是不一樣 而且 練瑜伽本來是我一個很好的 休息的方法 對 他已經完全被破壞了 我也是耶 這段時間三個月我 不能去健身 完全沒有 對 就完全沒有 也沒有去跑步 就是 那後來真的受不了 就是最近 一兩個月真的是 太悶了 就是連戴著口罩也要去跑步 那種衣 然後我一走出去 我發現沒有 大家都戴著口罩在跑步 想說也不是只有我一個這樣嗎 那其實也還好嗎 對不對 可是他講說他那天戴口罩練壁球 他才一種自信 就瞬間變成無氧運動 那我就覺得我沒有去健身 我就是不想戴著口罩練壁球 就是這樣 這樣有辦法練嗎 就是你呼吸的時候 你其實 最重要的那個東西 他就沒有 對 那我是有在家裡 可是就覺得 好像你唯一的那個東西也被破壞了 是 好 剛剛其實也提到一個關鍵字 就是關於伴侶 兩位一直提到這件事就是 尤其 如果最近 應該說這一年來看新聞 或是看一些什麼外國的統計數據 或者你會發現說 什麼好像家裡的人 因為 因為相處得太過緊密了 然後導致一些摩擦 那我想這件事對我們寫作者來說 摩擦應該是更大的 因為小樂你在 有一本書裡面有寫過 就是好像說 就是你在寫作的時候 你會叫你的伴侶去幫你拿東西或倒水 因為你很害怕那個寫作的謬思女神突然消失 於是你就指揮他做這做那 可是我在想 你其實有寫到說 你會擔心他就是 好像寫 身為寫作者的伴侶或家人 其實忍受了比寫作者更多的事情 對不對 就是我一直覺得很不公平 因為大部分會寫出來寫的人都是創作者 但是我覺得如果今天讓創作者的伴侶或家人出來寫 或者是開一場就是創作者親人親友的受害者互助會 爆料大會 對我覺得應該會很有看頭 因為我自己 我覺得第一個是創作 它其實是一個很少數人類在從事的行為 所以你很難告訴另外一半 我有時候我現在越來越覺得寫作很像是那種降臨大會 就是我們是那個靈媒 然後我們就是可能先準備好一些東西 然後在那邊開始召喚 你在那裡嗎 然後就開始 如果你們有在看那種西方的恐怖電影 然後就會開始 大家就會很神秘 因為不曉得他會不會出現 有些時候會召喚得到 有些時候召喚不到 有些時候就是可能 他其實不是你召喚的那個人 但他也來了 他就是惡靈 就可能是一個很爛的點子 但是你當下 把他當成是很好的東西 然後寫進去 然後兩天後又得全部刪掉 我覺得以一個旁觀者來看 他們會覺得 所以有一陣子我比較羨慕就是陳雪老師 因為阿早做過編輯 他對於這個降臨大會他比較了解 理解什麼的狀況 對但是 因為我的另一半他是個律師 所以他會覺得說這什麼 你們你有法條嗎 你有小六法可以看嗎 我說沒有 我並不像你們 就是可以坐在一個地方 然後翻翻法典 然後看看 看看以前的法官怎麼判決 就有靈感 我不是這樣 我不是長這樣子 所以一開始 花了很多時間 再去適應 這一整個奇怪 因為其實 我不曉得兩位的模式 有些時候寫得出來 有些時候寫不出來 那寫不出來的時候 看起來沒有坐在電視 沒有坐在電腦的前面 講出真心話了 有些時候 沒有坐到 沒有坐在電腦的前面 可是他其實 腦袋還是在轉 對 就可能一邊在洗菜 一邊在拖地 然後一邊在想著 欸這個角色他要去哪裡 還是說他去那裡 其實是不合理的 然後就寫到 就想到欸不對 他不合理 然後就突然間放下拖把 然後就回去 要開始寫 那以前我覺得 我的男朋友他就會覺得 很不負責任 就可能他回到家 然後就看到一個拖把在那邊 就是直接放力 然後我在那邊 啪啪啪啪啪 所以一開始我覺得他是 然後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也就是有些時候會待在家裡 我就覺得很奇怪 疫情台灣人還是要吵架 對然後就 所以他就會待在家裡 所以他就會更靠近的 看到我的這一切 就是從 把拖把丟在一邊的一切 對就他從看到拖把 到我看到我親手 放掉拖把的那個過程 所以我覺得這段時間內他 但是我覺得反而有個好處 是當他看到了之後 他比較有辦法同情這一切 因為我在丟掉拖把的時候 我也不是很快樂的 不是他原本所想像的一個非常任性 然後帥氣的樣子 啊不行就是不拖了 而是一個啊不行要趕快回去 然後非常狼狽地爬到那個電腦前 因為很怕這邊想不出 就是想不好 回到待會等到就是有時間了 然後我已經忘記就是是哪 到底是哪一個地方我要調整了 而且在疫情的期間 因為我覺得外食 我不曉得你們就是 但是我到後來我變得好討厭 一直叫外送 因為第一個食物 你要那個食物送來的品質很難控制 很多時候可能那個已經爛掉了 他可能中途又跑去送別人的單 所以到後來我們就變得比較常自己煮 所以有一陣子我很常用早餐人來念我男友 我就會看著就是陳雪老師的那個文章 就說你看都是創作者 對 人家的就會煮給他吃 給他一點點同才壓力這樣子 就是所以那時候花了很比較多時間 去自己去就是料理 那我覺得反而是在疫情的過程當中 他也稍微的看到了那個痛苦掙扎的那一面之後 他反而比較可以理解就是他可能要如何在旁邊 給予一定的支持跟陪伴 所以我承諾他下一本書我會 我會把就是他的名字特別寫進去 就直接感謝他的本名就寫出來這樣子 是你的 我大概是因為阿嫂其實這三本 我後來寫的這三本就是懸疑小說 他都有幫我看 因為他第一是他以前是編輯 第二是他對我的作品比較了解 可是這三本書大概也是跟我以前的作品比較不同 因為他有懸疑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也會涉及比較多現實上的問題 但其實老實說我是一個現實上的白痴 所以他就變成在幫我抓Bug 我這幾個月老實說我們兩個過得蠻痛苦的 因為第一是說 我大概是五月底的時候小說完稿 然後他就幫我看稿 他看了一個月之後 就把我退稿 就說這次 他可以退你稿喔 因為我們有他就幫我看 也不是退他就說這樣不行這樣 然後我就榨改 我的小說一開始寫17萬字 然後我改了四個版本 然後當然每一個版本 比如說第一個版本他看完我重改 改完他再看我再重改 這樣三次 可是每一次在改的過程 是蠻恐怖的 就是說他幫我看 那他看稿非常仔細嘛 然後當然也是說好要讓他看 可是問題是 剛開始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算是蠻直接蠻直率的 所以他就會蠻直率的說出 他覺得哪裡不OK 哪裡不OK 那那個時候氣氛也比較不好嗎 你待在家裡 然後又剛寫完寫的不是很OK 又被退然後又被 蠻嚴厲的說出了哪些不好 中間有一度我其實是蠻沮喪的 就跟他說 我覺得這本不要出來了 就是就被人家說成這樣 然後他就說沒有 你不是叫我給你意見嗎 我就給你意見啊 然後我記得我也常用那種哭腔說 我叫你給我意見 我沒叫你罵我 他就說我沒有罵你啊 我只是把不好的地方說出來 我說那個罵有什麼不同 那那段時間我覺得我好像有點 幾乎是失去信心的 就是應該怎麼說 我覺得也是我這幾年的作品量比較大 然後再駕馭不擅長的類型 然後我覺得人蠻有趣 就是你在面臨別人的批評的時候 你會辯解 你會 但辯解的意義是什麼 我不曉得 我覺得我就是一直辯解 我就是想要跟他說 為什麼我這裡會寫不好 為什麼我那裡會寫 我就會說因為我時間太趕了 然後因為我這個題材不熟悉啊 然後後來他就跟我說 你為什麼每次都要跟我辯 那有一次我好像有點錯亂還是什麼 我就突然說 因為你每次都說我什麼都不會 就是我什麼都不會 我不會做飯 我不會打掃 我不會整理東西 我不會看地圖 就我什麼都不會 我一會的東西 現在我也不會了 然後我就好像又有點哭腔說 就我覺得你不可能會愛我啊 沒有人會愛一個什麼都不會的人 那個真的是蠻大打擊 就是說我以前認為我至少會寫小說 可是在那個被退稿三次的過程裡 我覺得我連寫小說都不會了 然後中間我也會有那種很憤慨的心情 就是他在說我說的 可是我也會想說 你說的是對的嗎 會不會我才是對的 然後然後他就我就跟他爭執嘛 但有一些真的不是對錯的問題 他就是就是bug嘛 就是你 然後我會印想要講好 他就說我每次跟你講一個錯誤 我們就辯論三小時 就是你不能坦然接受這個錯誤嗎 然後我就在想 為什麼我至中間 我會經歷那麼多心理上的煎熬 就是對就是我講的那個 我認為我什麼都不會 我只會寫小說 但老實說他根本不是因為我 我會寫小說他才愛我的 他就是迫於無奈 就是說 迫於無奈才愛你 他就說我不會因為你 這本寫不好就不愛你啊 然後我就說 我不知道我就感覺我有什麼價值 因為在家裡的時候他又做飯 然後他有一次就很難的說 其實你不會煮飯 但是你也不會訂菜 我就說我會訂啊 他說你不會訂 你根本搞不清楚菜價 然後比如說他買那個 這樣算報應 就番茄比如說三顆 紐番茄八十九 我說還好啊 他說你知道這次兩倍 然後就是我常常會 我不知道 我常常我買東西我多 我沒有辦法知道那個 他正常價錢是多少 而且我有時候都沒有問我就在哪 然後我結帳的時候 我都是不堪心的 所以算錯帳我也會知道 所以我就會覺得 我是一個在現實上真的 很有用的 我在我們家我也不會 你就會看到尤其是疫情的 就是他把三餐都做好 然後他叫不來 然後我就說不然我幫忙叫菜 然後他就說你叫了不是更糟嗎 然後你叫一下冰箱有什麼菜嗎 確實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我有時候很興奮 就買了一把生菜 但是冰箱還有三把生菜 就我只會買我想買的東西 所以我真的想說 對就是如果有這種受害者 付諸會的話 應該會 激情很激烈 他們可能會寫出 比如說我們寫小說 就17萬 他們會寫出34萬 這個關於作家的故事 沒有我覺得 他早上應該會寫爛透了 我就說其實付諸會已經有了 只是我們還沒有被加進去 我們還沒有被邀請進去 而且我覺得 抱怨做假設同學 抱怨做假設同學 我就覺得我好像寫著的時候 沒有一點可愛的地方 就是說 因為有一些人可能會覺得 你好有才華 就很有想像力 但是我覺得我好像也沒有 比如說我又很任性 然後現在寫的又是在轉型 轉型寫的又不是很擅長 然後我就寫一寫 然後在改的過程 其實他真的花很多心思幫我改 就幫我看錯 他不會幫我改 他會說你這樣錯了 那我就是改 然後改完再改 那我就在想說 我的價值到底是什麼 就是 我會想要肯定我自己的價值 我想說什麼什麼 但後來爭吵到後來 其實他有跟我一個起發 就是說 我應該要陪伴他 就比如說我之前可能會覺得說 因為你會做飯我又不會 我在那邊愛手愛嬌 比如他叫我冰箱拿蔥 我就會拿錯 他就說 因為你只想趕快跑回去書房 書桌寫座 那我們的廚房旁邊就是書桌 對 後來他讓我知道說 其實我可以做的是 我沒有做 比如說他做飯的時候 我可以在旁邊陪著他 幫他拿一些東西 就是看他做 但是我以前會覺得說 一個不會做的飯能在廚房 不是很多餘嗎 對然後他就說 你不會訂菜 但是你也可以訂也可以訂 或者是你可以跟我討論啊 然後我覺得這一次是蠻慘痛的 我後來我覺得說 我不應該老是想著我什麼都不會 我應該想著 那我可以寫住他做什麼 如果他已經花這麼多力氣來寫住我的小說的話 那我覺得我好像 我好像太理所當然的去 就太投入在寫作 因為剛開始 因為改了很多 所以我就更努力想要證明自己可以寫得好 反正總之就是這一次的疫情讓我覺得說 其實我什麼都不會我也可以陪著他 我不理解 我其實這樣聽下來 其實有時候 我常年觀察家裡附近早餐店的結果 就是你常常看到早餐店的老闆跟老闆娘 如果他們是一對夫妻的話 那其實蠻糟糕的一件事 因為他們開始做一做就開始吵架 所以我後來得知的結果是 就是伴侶或夫妻他們絕對不能從事同一個行業 因為他們會把伴侶關係跟工作捧在一起講 這其實是蠻麻煩的一件事 對我來說是這樣 尤其我每次看陳舅老師在分享阿嫂跟你之間的相處關係 我想說 哇你真是一個會不停反省自己的人這樣子 因為我蠻驚訝 因為像我 像阿嫂是會看你的作品 那像我的狀況是 我不准我的伴侶看我的東西 完全不准 因為他是遺失 然後他曾經做過一件事 我應該感謝他還是應該對他生氣 是我不太清楚 因為就是我每次出完一本書之後 他會把那個印刷好 就是出版社會送 就是作者該有的量嘛對不對 他會開始用那個標籤子貼 這邊有錯字 然後這邊翻譯是不是錯了 然後我看就是我 對我一把火都起 就是這是我的專業 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問你說 你在醫院幹了什麼 然後你看的診斷如何 你為什麼要來做 所以我知道說 其實兩個人可能 可能對我來說 可能不要就是這麼近的關係 把工作跟愛情 或是伴侶關係綁在一起 比較好 那其實我想問小樂是那個 你的男朋友會看你的作品嗎 就是在發表之前 然後不是說之後 他我目前出了四本 他只看了一本 而且那是因為需要 因為裡面的有個角色是律師 需要請他來鑑定說 一般的律師在這個年紀 這樣子的開事務所 那他這樣的移動方式是合理的嗎 所以他才非常免為其難的 看了 對我就是拜託你劉律師 可以幫我看一下這個部分嗎 因為我覺得他有跟我講過 他就說他不是他的閱讀習慣 已經在小時候被破壞到 就是可能在教育的過程當中 師傢們會不斷地要他閱讀閱讀 所以對後來講 讀書已經是一個 有點跟痛苦連結在一起的形象 後來是他也說過啊 你為什麼都要寫那麼長的 你可以寫個一萬 就是你可以寫輕小說嗎 他就一直很想要我寫輕小說 因為他自己也很喜歡看 對所以他就一直覺得 我都還沒有為他而轉型 那我也覺得 所以目前四本就是有一本 就是他就只看了 所以我有些時候會很羨慕 有一些會小小的羨慕啦 就是有一些作家他們的另一半 可能會就是會去看啊 然後給予意見啊 甚至還會promote這樣 我男友大概只有在我發表的時候 他會轉天那篇文章 就是我女朋友出書了 然後就沒有後續了 但是有一次他就跟我說 那你我們在一起八年了 你有你有看過我開庭嗎 我覺得很有道理 對就是他說我寫了那麼多訴狀 你有看過半份嗎 我覺得也很有道理 我也沒有去Google他 然後看他的訴狀長什麼樣子 所以後來 因為我的阿姨 就是早餐店的老闆跟老闆娘 對我從小 因為小時候還 沒有沒有 這是一個很精確的觀察 因為我們小時候 就是我小時候去我阿姨家打工 就是你已經 你會隱隱約約從他們夫妻兩個對談 就是三套客人的蛋 你已經可以感覺得到 那個火箱即將要爆炸 所以小時候就是 你一邊在那個抹奶油 那個時候就開始在戰鬥 因為你會知道他們在某一個時刻 客人開始變少就要爆炸了 所以你要趁著那個時候 就是默默地離開 就是阿姨叔叔 我有點累了 我要去上面躺一下下 對因為你知道火箱要爆炸 所以我覺得後來 我好像是因為從身邊 我的五個 我有四個阿姨 三個在開早餐店 而且都是這樣的組合 對 所以我覺得我從小就從這樣的生命經驗裡 我好像我跟我男友都不知不覺的選擇了 就是不要 就是跟冠女的工作 可以說是冷漠 就是幾乎到冷漠的關係 好像也撐了下去 我 我會這樣講是因為就是 其實我很感謝 我很感謝就是你身邊最親近的人 是會認真看你的作品的 的一個狀態 就像陳學老師那樣 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莫莫的作家的那個 互助大會了 不是就是 因為其實那心情很矛盾 就是因為 兩位有沒有看過時時刻刻 就是那個 烏爾夫的姐姐說 烏爾夫有兩個生活 一個在她心裡面 一個在她現實中 她總是表面上 看起來不知道在幹嘛 就是發空發呆這樣 然後其實我們寫作的過程 應該也都是這樣 然後那個 尼可吉曼在那邊演 然後我說對,這就是我的樣子 在寫作的時候 儘管我自己不知道我是什麼樣子 好,然後 當我經歷那一些就是 我活在內心的那個世界之後啊 然後寫出來的東西 然後有你身邊最親近的人看了 而且他可能沒有 他可能沒有受到感動或者什麼 可是他其實還是會想要理解說 這個人在另外一個世界活著的時候 到底都做了些什麼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難得的 其實很貼心的一個過程啦 可是其實某種程度上 我也會有點生氣說 幹嘛調我錯字 這個不是你的工作 這個是出版社編輯該做的事情這樣子 好,那如果有一個 救急的選擇的話 就是你們寧願自己的伴侶 在你工作的時候 出現在你身邊 還是他永遠不要出現 也不較好 要還是不要 就是只能夠在我肚子餓的時候出現 這樣子會不會太太不救急了 你說像神仙教母那樣嗎 我自己 我自己後來發現 我好像真的分得很開 我可能會選擇 就在我工作的時候 他暫時先不要出現 因為我自己 我自己覺得 當我在那個狀態的時候 我沒有這麼的平易近人 對 我也是 我會抓狂 對於一兩個干擾我的 雜訊 雜訊 所以我媽媽以前就是也有被我給念過 因為我媽媽很喜歡在我寫到一半的時候問說 午餐要吃什麼 然後我就會認真思考這個東西 就寫不出來了 這其實也是 可能是我開始認真思考了 午餐要吃什麼 這個很重要的議題 嗯 對 請學老師嗎 我 我現在沒得選吧 我已經跟大家在一起 沒有應該是說 我現在會覺得說 當我寫作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人在旁邊 我都差不多 我我 我自己都差不多 我因為我不太容易受到別人的影響 我在寫 我就會很認真寫 只是我在想說 呃 如果 因為家就那麼大嘛 如果他需要待在家裡 他就待在家裡 其實他 阿超有他自己的說法 他有他自己的說法 我是在客廳寫作 然後 但呃 前面那個話題我沒講清楚 是說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經歷說 哦 伴侶會 或者是親近的愛人 會幫忙 會看我的小說 以前我也沒有這樣的經歷 以前我交往的人 好像也 會看 可是可能也就是看一看 別人也不會說什麼 不會給你什麼意見 頂多大人的 喜歡就說很喜歡 或者是有一些人 他們沒有在寫作 他們對寫作 會有一點點 敬畏吧 可能會覺得說 哦 你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我覺得我跟阿老的關係 比較特別是 我覺得我們就是有點像 生命共同體 然後他 他其實蠻積極的參與我的事業 是因為 就是他對我很不放心 因為他覺得我就是 現實能力很差 那 到後來幫忙看稿子 也是因為這些稿子 他需要比較 比較多的現實的人 可是我要想講一個就是 這次雖然經歷很大的痛苦啊 包括說爭吵 只是 可能他其實看得也很辛苦 因為整個疫情期間 大家的情務都很緊繃嘛 然後他就說 雖然不用上班 其實也是很 家裡很瑣碎的事情要做 然後看稿子很累 其實真的 但是每次我看到他在幫我看稿啊 因為他是一個很仔細的 我其實有點初級大力 就是我寫小說 寫完我就有 我已經寫了那麼多次 我不想再看 可是他在看 他在細細的看的時候 當然你會覺得你被挑出錯誤 或者是 這個是不是有證明 可是你看 因為我常常都 時間到我就要去睡覺 可是他就會熬夜在那裡看 那我有時候走出來 看他一個人在燈下 然後在那邊 校對 然後他就覺得說 我很 我很不好的一點 如果很初心 比如他這個地方 他已經看我 我已經錯了 他已經勾起來 七三次了 那個我還是沒改 然後我一個一個勾 我還是會錯誤 我有時候也很無奈的說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錯 可是你看到他在那裡 幫你看 就那是我的小說 可是他比我還認真的在那裡 看那些 我覺得不是那麼重要的 可能就是一些 日言啊 或者是一些 我們總覺得 這叫對的時候 會叫出來嗎 或者是 他在那邊看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其實這也是一種 愛的表現 就是說 這是 不是因為 我應該講說 那是因為他很了解我 他希望我 可以寫作 做擅長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裡 也讓我學會放下 一個作者的那種字 就是你常常會把自己膨脹 然後覺得說 這是我創作的 我怎麼創作怎麼樣 就是你會覺得 創作它是最重要的 最神聖的 可是實際上 有很多 不是那麼 體面的工作 所以有很多人在幫助我 比如說我們出版社的編輯 我們的朋友 就是 可能我也會請先幫我看 這個意見 就是有很多 默默在工作的人 包括默默煮飯給你吃 包括家人 默默的鼓勵 是有很多默默在做的人 使得我們有機會去做這一份 充滿了創造力的工作 然後甚至包括讀者 或者是什麼 那我就會覺得 我從阿島的身上看到說 我應該更去反省自己的那種自由 就是我覺得寫作需要自我 他真的需要自我 需要創造力 可是他可能需要一種 可以穿透這個創造力 背後知道 其實就有很多東西在支撐你 其實我覺得這個很像疫情 就是說我們 我們整個其實是有社會 有很龐大的東西在支撐我們 使得我們可以過這個 正常的生活 雖然這個正常生活 我們會有所抱怨 但實際上這已經是 已經是非常非常好的生活了 那我就會從阿島身上看到說 我覺得我也應該要反饋他的事 我能不能夠也 在生活上這樣支持他 我覺得這個作者應該要去體會 是 我記得陳雪老師 你在那個 當我成為我們的書裡面 有寫到說 兩個人的相處 其實靠的不是要求 而是調整 是那一種 全盤的信任跟交付之後 然後我們去 不是列出條件 要伴侶做到這個這個這個 而是我們在彼此的 進退之中 調整到一個 最舒適的一個狀態 我想這個 我想這一次疫情 來對我們寫作者 或是對寫作者的家人 伴侶 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挑戰 或者是 對於 現在在收看的各位觀眾也是一樣 就是你們在跟你們的家人相處的時候 那個調整的幅度 在哪裡 有沒有讓出那個疑慮來 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這件事 好 那 也因為這一次的疫情啊 就是我們 這些寫作者們平常已經 購足不出戶了 然後 再加上疫情 我們又很 很難的 到外面去旅遊 或是去 汲取靈感的一個狀態 那 我想 有沒有一些 來自 比如說 遠方的消息 比如說 因為 你們一定有相隔很久不見的 家人朋友 或是老師們 沒有給你們訊息 或消息的一個狀態 那 這中間有沒有讓你們 比較感動的 或是比較特殊的一個訊息呢 譬如說 像我自己 2020年到2020年 這一 這兩年間其實 有蠻多老師 呃 過世 這樣 譬如說 楊莫老師過世了 或者是 七等生老師也過世了 這樣子 那 但是 前輩們 前輩老師們的過世 他其實 同時我們也在這一兩年間 有很多的新的作家一直出來 然後我也很開心可以讀到 新的 作家寫的東西 那是新的觸角 跟新的訴訟方式 我覺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那 兩位呢 有沒有一些 在疫情期間 譬如說 朋友們的訊息 或者是 家人興起的 消息 讓你們感到特別有感覺的 我自己 比較訝異的是 就是這一兩年 我變得好喜歡看到朋友結婚這件事情 這跟我以前的一些價值觀 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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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突 因為可能我覺得在疫情的時候 大家會很避免 就是像剛剛陳雪老師講的 你光是跟朋友交換一下 簡單的物資 然後人家就會很不安說 怎麼可以見面 所以我現在就是對於人跟人之間 可能千辛萬苦的 去跟一個東西產生的聯繫 我會覺得很很感動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婚姻可能就是吧 因為你要對於就是 你要千辛萬苦 因為你自己知道說 這是一個有一定的風險的行為 那我的朋友 我自己 我有個朋友他在美國 那美國的疫情就很嚴重 可是其實這個 在這麼嚴重的疫情 狀況下 有影響到他們一件事情就是 他們好像在疫情稍緩之後 很多人選擇轉職 因為可能自己覺得說 在這個過程當中 體會到 就是像剛剛兩位不斷強調的 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覺得在美國那種 那種生死感會比台灣還要再劇烈一些 所以他們多多少少會有一種 假設我今天就怎麼樣了 或我明天就怎麼樣了 那此時此刻的 我是一個怎樣的狀態 他們就是 所以我朋友後來他就 好好地想了一下之後 他就決定他要轉換他的工作 那其實對他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跳躍 然後我聽了之後我就覺得非常的開心 因為我自己也覺得那也是一個產生連結 那可能就是跟過去沒有好好去想的 就是跟自己不斷壓抑的想法 或者是直覺跟本能 然後你重新跟他建立一定的聯繫 因為你在這段期間有說到TF嗎 蠻多人到最後改成 就是因為 因為現在大家 我覺得現在大家都不能夠 就實驗變得很困難 對 所以有蠻多人就是先改成登記 所以你看到這個過程 你還是會覺得很感動 嗯 就是即使 如此 我還是 就是我要在這個時刻 就是多多少少有一種 愛在那種瘟疫蔓延時的感覺 就是 不管世界怎麼樣 那我 其中有一個朋友他結婚的理由 是他覺得疫情讓他 突然間覺得就是這個人了 對 我就覺得 欸 就是原來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可能大家失去了很多東西 但是可能也看清了一些事情 消失的 消失會讓人一個 讓人體會存在的意義這樣 好像這是天橋上的魔術 是昨天的得獎感言吧 OK 那陳雪老師呢 我比較深刻的是 就這段時間 疫情期間 我自己跟我身邊的朋友的寵物 蠻多都去世了 這樣 然後就 然後因為剛好是在疫情 像我們家的貓 就是在疫情期間生病嘛 然後 就是所以即使疫情 還是要帶著他去看醫生 都是阿嫂帶去的 然後我們在家裡照顧他 那本來疫情 大家就關在家裡 就 其實就跟寵物也特別緊密 然後 因為我們自己的貓生病 別人朋友的貓也生病 然後就 有癌症的啦 開刀啊 然後像我們 我們的是生病嘛 又後來 各種 就是好像在那段時間 後來貓咪走了 然後送牠 包括說 去安樂園 偷撒髒這樣 我覺得那個 那個生死的感覺 在疫情期間特別強烈 就是說 好像你 因為疫情期間 就只剩我們兩個人跟貓嘛 然後 你會覺得世界很小很小 只剩下我們三個 然後 我們有一些群 有一個群組的幾個朋友會聊天 這也是我覺得蠻珍貴 就是說 在這個期間我們 這幾個朋友還是常常 我們是沒有視訊 但是我們會聊天這樣 可是又看到 牠的貓也病了這樣 然後就在 生死垂危啊 包括我們 然後病到後來的時候 其實那段時間真的 還蠻真心的 然後我們兩個 也都身心俱疲 可是牠等到貓去世之後 還在疫情裡面 你就覺得 家裡就少了 沒有貓了 像阿長就會說 我們變成沒有貓的人 我覺得這句話好悲傷 其實你回到家的時候 你會覺得 牠還在那裡 可是你已經看不到牠 然後我們有時候 就會覺得貓走過去 然後會覺得 或者你習慣 比如說我習慣 每天都會去 用單身洗我們的沙發 但你現在發現沙發 它再也不會髒了 沒有貓毛了 那個感覺超可怕 就是我以前其實是 我是對貓毛蠻過敏的 所以我每天都會把它 親得很乾淨 你發現不用再去親它 說好空虛 我坐在那個沙咖上 就一直覺得 沒有貓毛了 貓毛了 然後 然後就有一個想到 我們身邊的人 但我們身邊很心裡沒有人染疫 可是在想說 假設我們是像在美國 或其他國家 你身邊隨時就有人 就像你這樣 突然得病 然後過世 你最愛的人 就這樣離開了 我覺得那個生死的衝擊 對我來說蠻大的 我以前可能沒有經歷過 經歷過這麼大的 感覺到 不確定感 感覺有 你愛的人 你會離開 然後 你的生命會突然間 被這麼大的 改變的那種感覺 讓我感覺說 真的我現在就覺得說 要好好的珍惜你 你愛人 還可以跟他在一起的時光 包括說 我們那天晚上就 不小心就看了一個 日本的節目嘛 然後就覺得 不能去用看的樣子 就在想 那時候去的時候 我為什麼不去哪裡 不去哪裡 然後 你很喜歡那個咖啡店 那時候 怎麼就不 在那邊的時候 怎麼不每天都去一次 這樣 然後就覺得 對 然後就覺得說 你多少事情 你本來想說 哎 明年再去哪裡 你想去的地方 你現在沒有辦法確定 你沒辦法確定 明年怎麼樣 那個不確定感 跟對未來 的規劃吧 我會覺得說好像以前 會想很多未來 可是現在想更多的是 現在 以及等一下 今天或明天 下一周 我想要在這個短時間裡面 把所有的東西照顧得更好 就是去把握吧 我覺得 我覺得 這次疫情 包括貓咪去世的事情 就讓我覺得說 對啊 我覺得我太工作狂了 我覺得我一定要 把我的生命 再好好整頓一下 讓 有一些時光可以 可以好好的去爭 去跟 我愛的人 包括朋友 好好的去分享 是 是 我想 我想 現代的 現代社會啊 就是有一個很 會給人類一個 很奇怪的錯覺 那個錯覺是 你好像被許諾一個 你應該要有的未來 就是你應該活在一個 有人會照顧你 有政府 有什麼福利體制 會照顧你 可是說不知 你很容易就 在 比如說你很容易上意外 然後你就沒有明天 或是沒有未來了 或者是疾病 像這次的疾病就是 我想讓很多人 都體會到這件事情 就是 大家都會 心裡在吶喊說 我到底什麼時候 才能出國的 當然出國是一件 遊玩的事情啦 可是我們 想而更深一點就是 我還未來還有沒有時間 可以做我喜歡做那些事 以及我未來有多少時間 可以分配給 我本來很重視 但我 卻一直被我遺忘的那些人事 或者是像貓一樣的小孩這樣子 我 我這一段 疫情的期間 其實我非常少回台北 因為 其實 我想兩位都知道 因為我是一個 寫家庭的 散文的人 那我自己也坦承說 寫家庭的人 都是那個 最冷眼無情 站在外面看的那個 對 那但是 所以我在 我跟家裡的 家庭的關係 其實我變 我其實蠻疏離的 但是這一段疫情 我 我 我會主動 跟家裡聯絡是說 比如說 那個 那個主動已經 可能各位聽起來覺得沒有什麼 可是我的主動是 我一問他們說 你們打疫苗了沒 這種主動已經對我來說 非常大的一步 然後會打電話回家裡說 確認說 你們的狀況是怎樣 我覺得對我來說 也是非常珍貴一件事情 兩位跟 家裡的人 最近一次聯絡是什麼時候 就是 爸媽或是老家之類的 蠻平凡的 蠻平凡的 我住的地方 跟我爸媽的家 大概就是 走路就到了 沒有沒有 在騎車十分鐘 對 所以我們還是 我們並沒有 因為 疫情 就是 只有一段時間 大概三四個 月沒有見面 那時間比較怪 因為我很想念 因為我的兩隻 鸚鵡羊 在我媽媽那邊 就是一個隔代教養的狀態 對 所以我就很想要看 鸚也有隔代教養 對我自己覺得有 因為我很想要把他 帶回我住的地方 但我媽媽不准 就是隔代教養 到時候你的孩子 就會拿不回來 我就會 可是媽媽比較 比較疼孫啦 對 他就會很 他就覺得說 我一定不把他們照顧好 我就會很想要看他們 因為我跟我媽還可以講電話 還可以跟我就是 我們還可以進行 但是鸚鵡就是 你一定要看到本體啊 就是你才有辦法跟他 互動啊 跟他玩啊 所以在那時間內 我就覺得很 我這樣子講會不會讓大家覺得我重視鸚鵡 勝過我嗎 不是這樣子的 就是會很很煎熬 我才發現我這麼需要碰到他們 就是我覺得他們帶給我的觸感 這樣講又是怪怪的 就是我很需要那種物理上的接觸 就是寵物吧 他們會被叫做毛小孩 我覺得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就是他們確實就是 他們的體溫啊 他們的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我的外婆 他是一個防疫小減兵 他嚴謹到什麼程度呢 因為他就是生日嘛 而且他已經80 就是要過大壽 他會嚴格控管大家去看他的人數 所以像是我有時候 我可能想要去高雄看他 他就會開始數人數說 你是第六個人 那你不能下來 你就 你再安排下一批 那你就覺得 也太 因為他要訂那個桌子 還有梅花桌 對 他會很嚴格 他會說如果你下來了 那舅舅就不能夠來了 因為舅舅就在樓上 他就不能夠下來一起聊天 他就非常嚴格的控管 每一個人的狀態 就是千萬不可以超過 就是政府的規定 所以我就是 我最近才去看了他 就獨自安排 所以我自己覺得 在這段時間內 我覺得我看得到 大家的每一個 就是很 就是 面對風險的狀況 因為像我也會覺得 我阿嬤蠻可愛的 因為他可能就是看新聞 人家說什麼老人家 跟別人就是打交道啊 然後聊天就染疫了 所以他就會非常的謹慎 就會以一種 我們一定要做到 滴水不漏的狀態 我覺得他很適合 去政府代言 對 就他的那個嚴格的狀態 讓我有點發現到 原來他是一個 這麼堅持的人 是 是 是你的 我 我 因為住在台北嘛 那阿嬤他們家是在台北 所以跟 阿嬤的家人其實是 只有中間一個多月 比較 防疫比較嚴重的時候沒有見面 然後還是有 後來就 比較解封了 我們就有回家吃飯 那 跟他們家人 當然就 就是很緊密啊 可是我以前 跟我們家人也有一點疏離 就是帶一年會回家幾次 那不常講電話 可是我發現疫情之後 我很常打電話回家 真的啊 嗯 我就會 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覺得說 會很 掛念他們 然後我就會打電話回去 然後我爸就會說 因為他們住鄉下嘛 他們就說 都沒事啊 他們每天都出去運動啊 然後我就 就跟你一樣嘛 會打回去問他們 打疫苗了沒啊 然後打疫苗的時候要注意什麼 他們就說 沒事都沒感覺 然後就覺得好像我很囉嗦 然後我每次想到 要打電話給他們 大概就是五六點 因為我大概都工作到那個時候 然後我每次打電話回去 我爸媽都是運動完正在洗澡 所以永遠就是有一個人在洗澡 然後只跟另外一個人聊天 然後我就會想說 確實好像這個疫情有讓我 會有一種生死感嘛 就會覺得 然後我父母年紀也比較大了 就會覺得說 其實沒有什麼好聊的 也會想要跟他們了解 聽他們說話 對然後就是會 胡亂說一些什麼 然後他們就會說 你們台北很嚴重啊 我們這邊怎麼樣 然後就其實沒有什麼話 我其實不是很擅長跟長輩的問題 但是就會 就會想打電話給他們 然後會打電話給弟弟啊 什麼 就會覺得說 不曉得 然後 然後像我也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我也常打電話給他 就是會覺得說 就已經四個多月都沒見面了 然後就會很想念 這些朋友 然後 我覺得我以前好像算是一個比較沒感情的人 但我發現我現在好像有點多就善感 就是 尤其是貓咪過世以後 像我的朋友們的寵物去世 我可能會慰問他們 然後我自己也會 就分外有感情耶 分外有覺得說 對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比如 上次跟小樂 就在線上見面 就看到他的臉 我就說小樂你頭髮長了 就也會覺得 好 好久沒見面了 然後 以前我真的不大會 我覺得 以前我就是活在我自己的 小說的世界裡 我覺得 小說裡的人物 比現實的人物 對我來說更重要 可是我現在真的覺得 真實的人比較重要 對 就是小說的人物 我覺得我永遠可以創造的出來 可是那些活生生的人 疏離了 離開了 我只是說 像寵物去世 他不會再回來 對 然後就想說 對呀 我覺得我 到今年我就在想 我覺得我要好好的調整生活 然後 他就是我 我現在是這樣想 我覺得 我不想要去理會 我不喜愛的事情 我不想要去理會那些 重要的東西 我想要把時間放在 我覺得重要的人 重要的事 因為我關心的東西上 我覺得我應該要更提醒自己 把這個重心猜測一下 然後我覺得疫情 可能 應該是提醒我們就是 去經過一個 太患吧 自己的生命 稍微整頓一下 然後把一些 雜誌給它 太完出去 好 我想 我想 我想關於一個協作者 雖然我們剛好會說到說 小說的人物 對此刻的我們來說 或是我們以下的人物 對此刻我們來說 不一定是最重要 我們反而因為這一場疫情 會去更珍視一個 現實生活中的人 但是 我想 但是我們也不會因為 因為這樣 我們就放棄我們的協作吧 那兩位 接下來應該都還有 作品要教吧 我聽說 因為像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 懶得寫就不太寫的人 除非有 除非被動式的 就是有主編啊 編輯來邀告 我才會去主 我就想說 我 成人之美 不是講成人之美 應該怎麼講 就是讓別人工作 比較方便一點 我趕快把它洗完 趕快把它交出去 然後讓他工作 可以順利完成 這樣子 但是 我想兩位 應該都還有 跟出版社 就是有接下一些 寫作計畫嘛 那你們 要不要提一下 接下來的作品 這是可以講的嗎 還是 這是可以講的 可以講的 所以就可以 可以先置入嘛 我現在下一本要寫的事情是 我覺得他剛剛好 呼應了現在大家很在乎的 就是躺平的議題 但是我在寫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想到 就是這個風 這個風潮大家現在會受到很大的討論 我寫的這個角色 他就是不想出去工作 因為他遇到了一件特別奇怪的事情 從此讓他對於 就是跟人面對面接觸有的 非常巨大的障礙 這一切的故事 就是從一個人 但後來又發現一件事情 他非得要走出他的房間 去進行很多活動跟行為 我在寫的時候 我並沒有想像 就是我並沒有意識到 疫情會變得這麼的嚴重 讓我特別 就我跟角色之間是一個 很相反的狀態 因為我很想出去走路 但是我的角色他是 描述了一個 想要不想出去的 對他是一個舉步危機 他一想到要看到人 他就覺得非常的厭惡跟痛苦 對那 當然就是我 以及我花了比較多心思 剛好也是我自己在想的事情 就是說 因為我以前非常喜歡打電動 就是打線上遊戲 然後那時候我們很喜歡開別人一個玩笑 就是你在網路上認識的公跟婆都是假的 對 對就會說什麼 我要去當兵了 對他要去當兵了 就 欸對對對 就這個梗 就是大家都現在還是用不膩 然後也包括我曾經去過網咖 然後就發現到隔壁的阿伯 然後在操控的一個女性的角色 然後就看著那個阿伯 就是那時候 其實十八歲 十七八歲 就是一個巨大的衝擊 就覺得以前那是一個梗 可是當下你才發現到 這是一個現實 但是現在我已經距離十八歲有點遙遠了 我會去想 就是我會去想說 其實這樣子的過程 我們人 那就是我們的阿凡達 就是我們可以在一個角色裡 然後成為自己想要成為的狀態 那不是一件超好的事情嗎 而且這個充滿了誘惑 所以我在新的小說 我也花了很多時間去想 我們會不會在虛擬的世界 透露更多的感情 然後我們是不是反而在 所謂真實的世界裡 我們做了更多虛偽的事情 我對於這兩者之間的界線 我非常的有興趣 是 我覺得 嗯 應該說 就是剛剛你講說 玩線上遊戲這件事啊 其實我覺得某種程度上 一個人 他都會是一個完整的個體 那他有很多層面要去實現 可是 礙於某一種 我想這一點 程旭老師一定的同意 礙於某一種社會現實 或是規範 我們必須得在外面 裝出一個社會想要的樣子 但其實那不一定 未必是完全的我自己這樣子 可是 在玩遊戲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線上很多的 漂漂亮亮的婆們 都 其實都是男性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 很 某種內心實現的一個過程 他未必要在現實生活中 變成一個漂亮的女性 可是他可以在 透過玩遊戲的方式的時候 去整合他內心的男性 跟女性的一個 全面的一個個體這樣子 我覺得是一個 蠻有趣的議題 好 那程旭老師 你的下一本 因為我知道你這兩本 呃 吳傅之誠 跟親愛的公武犯 我覺得這兩本對你來說 都不是一個 就是跟過去的作品 蠻不一樣的 對 那你接下來 應該也是一個 轉型期的第三本 你要 就 更不一樣 對 就是寫 連續殺人 呃 其實 這個是我自己大概 嗯 這十幾年來是想寫的作品 就是說 就是為什麼會有人去殺人的 嗯 這樣的人 然後以及 就是 就兩個關注點嘛 一個是 呃 兇手 就是殺人的人 以及被殺的人 然後還有他們的家人 還有這這整整件事情是怎麼造成的 然後 然後他會引起 其實他其實是會有很多方面的角度可以看這件事情 那因為 本來就有興趣想要寫 可是一直在找一個合適的時機 那現在寫這個 比較懸疑的小說的第三本的時候 就覺得說 想來實現這個願望 然後也覺得剛好 有收集到一些素材 覺得可以寫 不過確實 寫起來非常的困難 因為 因為他裡面又有涉及到要破案嘛 然後包括 包括這整個事情 就是你要到最後怎麼去 去想出 一個合理說 能夠說服讀者 對他 這樣的人 他做了這樣的事情 然後 還有就是 去思索 殺人 殺人這件事情 還有死亡 裡面可能還 還會涉及到什麼樣的人 比如說 殺人的人 他們的家人 或者是說 可能被害者的家屬 被害者的 戀人 被害者的 朋友 他形成一個非常複雜的網絡 就是他其實 你之間有關係 然後可能 他有時候是敵對的關係 有的時候他是互相影響的關係 然後 所以在寫的這個過程 其實真的這一次 可能是 我有生以來 寫過最辛苦的一次 就是說 你要收集很多的素材 去研究他們的心理狀態 然後去 然後要去讓這每一種犯罪 看起來 之間 可以造成一個連結 或者是有足夠的說服力 讓你 就是你可以繼續往下走 那但是在寫的時候 我也有 好好的整個想了說 為什麼我 我會改變這麼多來寫這樣 因為大家就一直問我說 為什麼你會 變成寫這樣的小說的人 然後我就在想 這一定是 我自己心裡 早就已經種下的 一些想法 我猜 大概就是 我小的時候看那個 沈默的羔羊 就好像覺得 有一天我想寫一個 這樣的東西 然後 然後 可是因為我們長期來一直在寫 純文學嘛 然後中間我也寫了 家族史的小說 然後寫三文 我總覺得 我好像只用了我自己的 才能的一部分 而另外一個部分 它其實是一直在醞釀 那其實我想寫的小說 瓜瓜我福之城 或是親愛的共犯 它裡面的主題都 或是摩天大樓 都是很久 就是我一個主題 大概在心裡放個七八年 十年 因為年紀比較大 所以 我有很多個七八年 就是說 他都是放了很久 才寫出來 很久才寫出來 那 我也覺得我 基本上不是一個 那麼傳統的作家 其實包括說 我有寫三文 然後我有寫臉書 然後我 然後大家都覺得 你是戀愛教訓 對 就是說 然後我就在想 可能我已經 到了一個 不會那麼借一杯說 你是什麼 因為我其實 剛剛出道的時候 別人就說我是什麼 惡女啊 又說我是queer啊 那你就會覺得 你一定會被說 你一定會被貼上一個表欠 那以前對我來說 是撕掉表欠的過程 每一本新書 都想要告訴別人說 我不是你以為的那樣 但是我到了四十歲以後 我就發現說 那個不是那麼重要 好像是說 你題內有很多種不同的樣貌 你想要把它發揮出來 而發揮出來這個東西 會被別人說成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前提不那麼重要 雖然當然別人說你的時候 你會覺得怪怪的 人家一直跑來問你說 為什麼你變成類型小說家 我就說我沒有變成類型小說家 我就是一個小說家 但後來我在想 小說家的身份對我來說 它的重要性在於 我覺得我是一個複雜的人 我想要複雜地實現這個複雜的字 這個方式可能有時候是要通過走不一樣的路 包括說寫這個看起來 一般人搞不清楚你現在要幹嘛的 書 我也覺得說這好像也是我的一個夢 我的小說之夢裡面 它有很多繁雜的地方 它需要藉由一些不那麼正統的方式出寫 然後它才能夠構成一個 我將來也許六七十歲的時候 我來看我的成學之國 就是我的小說國度 我覺得到時候它的樣貌就會非常的清晰 現在會看不清楚 包括我寫字眼文 大家會看不清楚 可是我會覺得說 每一個作家都像是一棵樹吧 就是說你要長的過程 你會先長一些這個 長一些那個 你等到最後開花的結果 甚至是它的結果 也許是在所有的葉子都落進 這個樹的樹形 整個呈現出來的 整個樹已經很老很老了 甚至它都乾枯了 你可能才知道它終其一生 這是一棵怎樣的樹 我就會覺得說 那這個看似連續殺人的小說 它也會是這一棵龐雜的文學之樹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它可能沒辦法單一的解釋 它必須要將來放在我六七十歲之後 我整體的作品大家才能看出說 喔 程學那時候是在做什麼 是 我覺得 其實在我心裡兩位都是非常特殊的協作者 我說的特殊是因為 像程學老師是我大學的時候就 對 就在 就聽過你講課了啦 然後我一直覺得程學老師是一個走得非常前面的人 我覺得我指的那個前面不僅僅是 你說早期的惡女書或是蝴蝶那一種 對於道德或性別議題的前面 而那個前面是指 你對於所有事物的邊界 你都有決心往內攤的一個心情 包括你 就連你寫就是當我成為我們 或者是同婚十年 我覺得對愛 對愛這件事你也走得非常前面 那個前面是你實際相處過後 然後你有心得 然後你把這些東西整理給讀者說 我在愛裡面打滾這麼多年 然後 對不起 就是在愛裡面就是 跟人相處這麼久了 然後我知道一些事情 然後我跟各位讀者說說看 不要太早就是放棄愛情啊這樣子 那像小樂 小樂是一個 我每次讀小樂的文字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你保持了一個 很真 真 純真的一個狀態 那個純真不是指向小孩一般的幼稚 那個我記得比如說在 王國威在人間詞畫裡面講兩種人嘛 就是一種詞人是他必須多月多 經歷事故多 經歷事事多一點 所以他寫出來的東西會特別的沉穩或怎樣 那另外一種就是他 這個寫作者他必須保留他自己的性情的真誠 以至於他 像李厚祖 以至於他後來面對世界的時候 的那個衝擊跟撞擊 對他來說 他才是真的最珍貴的一個寫作的題材 那小樂每次我看到你的東西 像各位一定都很熟 比如說改變成電視劇的你的孩子 然後包括後來的 我們沒有秘密 都是我都看得出來那種 一個人 一個孩子他明明好好的 然後他不知道為什麼要到世界上 經歷這些奇怪的框架跟枷鎖跟要求 以至於他在成長過程中 不停的被扭曲 然後變成另外一個形狀 我覺得有另外一本特別要推薦一度 就是那個第三本 應該是第三本的三文集吧 可是我明明不喜歡那一本 我覺得那一本寫得非常地真誠的見識 這樣子 好時間也已經到了最後了 兩位作家有沒有什麼要跟 觀眾們再說說 尤其是在這個疫情期間 沒有什麼 譬如說 心法要跟 譬如說 電視機前 直播前的 一些作者們 或是閱讀者們 再說一些 我相信就是各位在這段時間內 一定有感覺到人生的功課 很像是暑假功課 就是我們通常會拖到8月31號才開始寫 而如今我們已經來到了那8月31號 然後明天就是9月1號 這應該還算樂觀的想像 因為可能9月1號還一直不會來 所以可能會感覺到突然間各科的東西 因為不只是家人的啦 可能寵物或者是朋友 然後你的職業 然後你的未來 你的過去 會在這段時間內 不斷地繳獲在一起 然後成為一個 要不斷地去想的狀態 我後來反而就是 因為我覺得文學 它本來就是從 大部分都是從傷口出發的 就是之前有人問說 為什麼文學通常都有點痛 我說你開心的時候你會寫字嗎 而且開心的時候好難寫喔 要如何用五千字表達 我很開心 我覺得很難 但是如果用五千字表達 我內心的失落 我可能覺得比較容易 所以我覺得本來文學 它就是一個滿擅長去處理跟陪伴一個人 在生命當中有了很難的功課 很難寫的功課手 所以我覺得也許這段時間 不管是對於各位 以及對於我們這些創作者來講 它都是一個挑戰 它都是一個難關 但是我一直始終相信 就像是到最後文學 它會以任何方式 轉換成各式各樣的文本 然後陪伴著各位 所以我也希望 就是大家可以找到一個 不管它轉換成什麼 但是到最後它也許就是 你個人的解藥這樣子 好 那陳徐老師 就是疫情期間 可能很多人失去工作 然後有很多人 也有人失去了家人 或者像我們家失去了寵物 那我在想 也許這些失去都是要讓我們知道說 生命非常的無常很短暫 然後我們在線下這個 看起來也有一點無奈 也對未來有一點徬徨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做的應該就是說 就好好的想我還有擁有什麼 然後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我還可以成為什麼樣的人 那我可以如何的去對待別人 我應該怎麼樣去跟什麼樣的人 維持什麼樣的關係 那面臨 不管是職業或者是經濟 甚至是健康上的衝擊的時候 我在想就是保持著一種希望跟 相信我們有力量可以去克服這個難關 這種信念我覺得還是蠻重要的 然後就是因為很難說 將來的世界會怎麼樣 也許我們真的長期要跟這個病毒共處 那也許就是能不能夠找到一個 最適合你的方式 然後它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百般無奈 也不是一個破語 不是一個被迫的狀態 而是主動的把這個 看起來無奈的生活 創造成一個比較有積極性的做法 比如說可能在你的職業上 你也可以有所調整 你的生活上 待人接物跟家人相處 都把它轉換成一個 我覺得會是比較主動的方法 讓自己可以在線下這個 有點混亂的腸 腰裡面或是氣氛底下 讓自己可以比較從容 比較暗定 就是希望大家 因為我也正在摸索這個東西 好 我常跟學生講說 就是讀文學的時候 你要帶著崇敬的心情去讀這一切 因為我想很多的寫作者們 或是編輯相關的出版從業人員 我們常常把我們想說的話 都放在文字裡了 以至於我們的家人伴侶 都聽不到我們在講什麼話 所以當我們反覆思索 這個生命是什麼 愛是什麼 死是什麼時候 就是我們在處理這個心理的垃圾 跟把它升華成一個立書面的過程 我相信各位在這一段 疫情的情節 你應該在也經歷跟作家 差不多紙面孤獨的一個狀態 所以就還是請各位觀眾們 或讀者們繼續多讀書吧 我們把我們人生最生活中 最精華的生活中的生活 生活中的藝術品 都放在書裡面的 這是我們想跟各位所說的 好 這個是第三場的 台積電文學論壇 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兩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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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graduating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